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梦变幻莫测 梦到追赶是什么意思 梦到飞翔又意味着什么 美梦和噩梦跟现实生活有没有关系 梦是不是空向神秘未知世界的桥梁 敬请收看城市系列节目 说梦解梦 梦着自己在那考试的 还有梦着被狗脸的 有的梦都甚至像美国那大片一样离奇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 你坐着坐着梦你醒了 然后接着又睡着了 这梦啊 还能接受 就跟那电视连语剧似的 那么说这些梦中间到底有什么含义 那么从今天开始啊 城市节目将带您进入五花八门的梦境 我们将从传统的医学 传统的文化 包括心理学 诸多层面 带您一起解梦 分析梦境 提起自己做过的梦 每个人都是一肚子话 同时呢 也是一肚子问号 梦见那个什么 金色的龙 站在月下上面 听起来我还看见了广寒宫 但是没有看见到苍鹅 我小孩爬着 从洞里往外爬 特惨来的 阳光明天 清明街刚过 当然是梦见我的母亲了 我母亲已经去世三十年了 就是我老梦呢自己在劈彩虹 那劈开以后那彩虹就合上了 劈开以后就合上了 劈开以后就合上了 而且也批语大了 查果原来这么粗 这么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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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见我同学就说第二天我俩去买包 结果第二天他去了商场以后 就选了我梦里面梦的那种包 我就在最梦中就感觉枕头在动 然后就突然一下从枕头里面蹦出来一个小路 我梦见我父亲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然后特奇怪 然后睡醒之后我就哗哗的大哭 有一天我做梦我就梦见了 我拿着一根灯光的线 就在这教室上睡着了 那线就垂在那海里了 然后呢 在梦里面 一会儿说 哎 出发了 转场转场了 转场了 走了走了 走了 我把那线一撩 下面掉一条大红鲤鱼 然后我在那戏里就处理女朋友 就觉得那厕所里头好脏啊 下不了脚 哎 就这样 第二天或者隔两三天单位发钱了 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梦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要解的话 传统的周公姐梦有没有道理 能解释清楚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就从比较常见的一种梦开始吧 有时候梦见什么 有人追我呀什么的 我就跑啊 跑到一个山垫上 特别高的山垫上 哗哗 就摔下去了 对了 追我来跑 来跑来跑来跑这一小就觉得特别累 梦见过我在前面跑 然后呢 后面我的主管一直在追我 追赶梦是人类的梦境当中最常见的一种 在网上查询周公姐梦 解释的是 逃跑者将大难临头 因为逃跑是为了躲避灾难 这样的解释听起来似乎有道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所谓的灾难根本就不会发生 人的心理世界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我们现代的这个人的心理世界 跟周公姐梦他这个流传的这个历史时期的那个时代 已经完全变了 那么心理世界的这个内容已经变了很多很多了 我们单纯的拿它来硬套 那是不可能的 早在远古时期 人类就发现了梦的千奇百怪 那个时候 人类把梦当作是神灵对自己的歧视 这在左传《史记》当中都有记载 我们将在后面的节目中谈到古人做梦的故事 人类对于梦的研究的突破 应该说始于1900年 奥地利心理学家佛罗伊德发表的梦的解析 他创造性的运用精神分析来解释人类的梦境 但是佛罗伊德过多的通过人类的性本能来进行解释 很多梦和心理现象根本就说不通 佛罗伊德的弟子荣格和阿德勒 则继承和发展了老师的理论 使得精神分析成为解读梦境的非常有效的手段 心理学家是如何精准的解读人类的梦境 我们下边将会给大家看几个具体的案例 那么通过这几个案例 您要是看完之后 您也可能找到了一种解析梦境的方法 来解释自个做的各种千奇百怪的梦 不过在这里有一点需要提醒您 这个梦境的解析啊 涉及到个人的隐私 而且涉及的比较深入 所以说我们有一些采访呢 做了一些技术处理 有一些呢 是属于模拟的情景采访 但是这些案例 都是现实当中发生的真人真事 在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每个人都忙忙碌碌面无表情 忽然出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在拼命的奔跑 她的后面则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 不停的追赶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 这位女子跑得气喘吁吁 筋疲力尽 可后面那个人追赶的脚步越来越近 特别特别的害怕 大街上人很多 可没有一个人理睬她 她不停的跑着 跑过了路口的红灯 跑过了几边的小店 又跑过了路边的饭店 仍然没有甩掉那个人 在过马路的时候 一辆汽车呼啸着迎面撞来 她再也拖不掉了 这行为就惊醒了 这李飞就是刚才做梦被人追那个女子 那么像这样的梦 她一个月得做四五次 而且总是被这一个人追赶 这人是谁她还不知道 就是心里她觉得特别特别害怕 一来二去她就琢磨了 说我呀 是不是这工作压力太大了 她是一家外企公司的部门经理 每个月为完成销售任务 就得点灯熬油的 这么干 她自己就想 看来我心里压力太大了 工作压力也大 我应该好好休一休息 于是呢 她就请了一个月的假 准备好好休一休息 可是呢 没管用 虽然李飞开始了休假 但那个人又来到了李飞的梦里 还是在不停的追赶 那么梦中追赶李飞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 难道生活中真要出现这么一个男子 要伤害李飞吗 李飞越想越害怕 找到心理医生求助 解这个梦的时候呢 让她做了个体验 就是说想象中自己停下来 转身看 严好 北京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曾为部队军官 银行经理 公司高管等 阅历丰富知识广播 擅长沙盘治疗 异想对话治疗等多种技术 严好分析 李飞不停的逃跑 内心身处肯定有非常害怕的东西 可是害怕的是什么呢 李飞必须自己停下来回头看 严好和李飞之间不是催眠 而是通过异象来进行对话治疗 我不敢停下来 特别特别的害怕 停下来 李飞觉得自己停不下来 特别特别的害怕 停下来转身看 李飞胆战心惊的停了下来 她感觉那个人就站在身后 转身看 李飞根本就不敢转身 转身看 几次努力以后 李飞僵硬的转过身体 那个人果真就站在她的身后 这个男人是谁呢 我认识她 这个男人让李飞不寒而栗 五年前的一个夏天的夜晚 十点多钟 李飞下了夜班 独自走过地下通道 准备去马路对面打车 就在这个时候 后面冲过来一个男子 使劲地抢她的背包 这个时候呢 她看到的就是那种 跟当年的景象 有点类似的那样一种 就是让她感到非常不舒服的 那样一个很恶心的一个景象 李飞的钱包里 有一千多块钱 还有自己的证监等等 她死死地护住背包 这个男子开始使劲打她的头 李飞终于坚持不住 男子抢了她的背包 独入而去 这李飞啊 有过被抢劫的经历 虽然那都是过去的事 可是这个男子 在她的梦中经常出现 还接着追她 其实这个象征是什么呢 象征着李飞这种害怕的心理 虽然抢劫的事是过去的事 但是抢劫的过程当中 李飞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惊吓 那么这事情过去之后呢 这种惊吓就埋在她心里 她并没有得到心理治愈 所以这种惊吓就进入 到了李飞的潜意识当中 反复的在梦中出现 给她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压力 那么心理医生 在面对这种现象的时候 怎么样进行治疗呢 刚才我们说的 心理医生让她想象 同时告诉她 想象当中这个男人出现了 你呀别怕他 你就盯着他看 可是李飞觉得非常难受 为什么呢 这个男人这个面目啊 不仅恶心而且可憎 我们呢也不方便说 因为这男的这个面向啊 确实是既恶心又恐怖 李飞真的看不下去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 我就我就跟她说了 说你坚持盯着她看 李飞实在想转身转身逃跑 坚持不止不下去了 坚持停住 坚持住 李飞得到心理医生的帮助 强忍着害怕 坚定的盯着这个男人 过一会儿 她就转身就走了 那么这个想象呢 起到一个作用了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个修复的作用 李飞在意想中 勇敢地面对那个 追赶自己的男人 用筋强逼退了他 此后 李飞再也没做过这样的忙 我们不可能到过去 回到过去去解决过去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在当下 修复我们的心理状态 李飞通过心理治疗的方式 治好了自己的心病 其实呢在中医看来啊 李飞这心病也能治 你看他是由于受到了惊吓 导致的 我们知道恐伤肾 导致他肾气不顾 气线一下 那么中医里呢 自然有这种 顾本培缘的治疗方法 这些治疗方法呢 我们在后面的节目 会给大家一一说到 那么刚才 我们给大家说这个实例呢 是在梦中啊 人追人这样一个场景 我们下边要提到这个场景啊 是狗追人 有这种梦境困扰的呢 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 名字叫王乐 当然了 确实化名 在一个幽深黑暗的胡同里 一个年轻人独自行走 胡同又深又长 周围静悄悄地不见一个人 他越走越害怕 突然后面冲出一条大黑狗 黑狗使劲的狂叫 王乐吓得心惊肉跳 拔腿就跑 那条狗在我后面使劲地追 黑狗的眼睛 是出别人的光芒 让王乐恐惧万分 王乐不知道 这条狗为什么追他 难道狗灵敏的嗅觉 闻到了自己有什么异常吗 多多我快跑不动了 就是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害怕 王乐玩命地奔跑 可是黑狗怎么也甩不掉 他与王乐如影仙随 王乐筋疲力尽 大狗在后面使劲地跳 最后 王乐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而黑狗呢 趁机扑着上来 直冲他的阴口 王乐突然被下心 在浑身 被汗石头了 有人看到这儿可能问了 说那次这样的梦 我也做也做过 这王乐有什么必要 非要去找这个医生 您可能不知道 王乐被这个梦 困扰了有十年了 也就是说 从他十七岁那年开始 他就开始做这个梦 一做做了十年 那条黑狗在梦里 追了他十年 这王乐自个儿也琢磨了 我真得找医生去了 要不然这个梦 非我折腾成精神病不可 他有一个梦 反复地做的时候 就意味着实际上 跟这个梦相对应的 这部分问题 他就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他梦来 就一直在做 一直在尝试 王乐想 在自己生命中 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没有解决呢 梦来自于我们内心的一个 生命潜能 一种能量的推动 那么只要是 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的 这个能量是永远在推动它 要去解决它的 所以这个梦会反复地做 这心理医生跟王乐就说了 你呀 有急需解决的心理问题 你好好琢磨琢磨 有什么呀 不大好对人说的 一听这话呀 王乐这脸色就变了 确实 他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啊 折磨了他有十年了 最后呢 这王乐 跟心理医生 说了实话 我上高中的时候 参加过一个流氓团伙 王乐参加的流氓团伙 曾经侵犯过一个女孩子 女孩受到极大伤害 甚至有过自杀举动 而女孩的家人 为了保全面子 没有告发这件事 这使得王乐一伙人 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后来 王乐离开家乡南下 混得还不错 虽然过去了十年 但是他的内心 一直被这件事 惊熬折磨 我觉得我非常对不起 那个女孩子 但是从这个梦 本身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黑狗 大黑狗 黑色 它象征压抑 狗 它象征道德感 王乐的道德建究 就像是一座大山 压得它喘不过气来 一条大黑狗 那是很强的道德感 并确实是 很压抑的 这样一种道德感 心理医生建议说 要么王乐去投案自首 这样他将彻底得到解脱 要么暗中给女孩和他的家人提供一些帮助 这样多多少少会让王乐的良心 获得一些安宁 被追赶 是一种典型的焦虑梦 那么还有一种梦非常常见 就梦到自个儿啊 一点点飞起来了 像小鸟一样 就跟那个电影《追捕》里那台词似的 一直往前走 不要向两边看 你就会融化在这蓝天里 那么这种跟飞翔有关的梦 又意味着什么呢 踩着空气我就腾云驾雾了 那是最好的梦 就是脚步转地了 先飞着空 先要半天空飞翔了 掌尸吧 这样产云都可以飞到天上飞去 在蓝天中自由飞翔 这样的场景经常出现在人的梦当中 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要借助工具来飞 我要坐飞船 我要坐火车飞 我要甚至坐一个哨把来飞 那么这个不同的这样的 这样的 他要就是个人就能飞能飞的 和借助工具来飞的 这又相当了不同的人格 王凤湘心理学硕士健康心理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和现代现代心理心理学的 池的整合研究 在他看来飞翔更多的是一种象征 有一次一位中学生找到了王凤湘 说他经常梦常梦见 坐宇宙飞船飞翔翔 而且居然是为了踩悬崖边的一个橘子 我们说在梦里边 就是你感觉是最真实的 那么他就想我需要那个橘子 为什么要被这么大的周折去采一个橘子呢 王凤湘深入询问发现 这个男孩暗中喜欢一个女同学 他总是穿一件橘红色的衣服 显得热烈而美丽 但是他太优秀了 似乎有点高不可谈 他拿不到 拿不到怎么办呢 在梦里边他就开始调动自己的想象力 我怎么样才能拿到呢 我坐上宇宙飞船 我就可以去拿到了 这就是通过梦这样一个 通过飞翔达到了一个他的满足 通过梦达到一个实现 成年人做飞翔的梦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他风衣足食 无忧无虑 生活得像童年一般快乐 这样的人容易做飞翔的梦 但是这种人现实当中比较少 更多的中年人做飞翔的梦是由于他们想要逃避 通常是两种情况会导致这样的 这也是我能接触过的案例 比如说有的人是因为他缺乏现实感 他的生活绝大部分在他的幻想中 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说他会容易做这样的梦 梦里面才飞 一位中年男子每月只挣两千块钱 家里老人生病 妻子跟他离了婚 上初中的儿子性格叛逆 成铁克同学打架 现实的生活使他感到苦闷 他经常在梦中觉得有人追他 然后他跑着跑着蹭的一下子就飞了起来 有的时候飞代表了逃避 逃避现实 朱建军北京临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创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异象对话技术 他从一九八六年就开始研究解释梦境 在精神分析 试梦催眠等方面有独到的研究 所以有的人飞得不快乐 他飞的时候他觉得并不是快乐要飞 而是说有一个什么人追他 他跑跑跑 然后一穿就飞起来了 梦到发大水是不是要发财 梦到爬山是不是要高深 美梦和噩梦跟现实生活有没有关系 梦是不是互相神秘未知世界的桥梁 进行收看城市系列节目 说梦解梦 这梦分析到这儿啊 可能有不少观众朋友会说了 说现在咱这科技啊这么发达了 能不能弄一种仪器 把人这个做梦过程啊 监测下来然后按照程序放到电脑里 再现这个梦境 这不一下把梦就解开了吗 其实这种事啊科学家很早就在做 可是一直到今天 人类做梦的机理都没有研究出来 未解之谜 早在1953年呢 美国芝加哥大学 有位生理学家叫克莱特曼 他就发现 人在睡觉之后 有的时候眼珠是不转的 有的时候眼珠快速转动 最高转动频率啊 大概有六七十四 也就是说一秒啊 这眼珠就得转一回 那么把做实验的人 在这时候给他叫醒 他们都说 刚才啊我做梦了 也就是说呢 眼珠这么快速转动 这人正在做梦 于是呢 眼珠速冻理论就产生了 眼珠速冻理论 更多的是针对睡眠 科学家把睡眠分为 眼珠速冻期睡眠 和非眼珠速冻期睡眠 这两种 第一种睡眠时期 眼睛会不停的转动 大脑非常活跃 大多数梦境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相当于一部电影的长度 第二种时期 没有梦境 处于更深的无意识状态 梦境是发生在 快眼珠睡眠时下 跟咱们正常清醒状态的时候 人的脑电活动是一样的 我们推测 这时候可能是有一些细胞群体 脑细胞群体 它可能是处于 比较活跃的状态 所以出现了梦境 眼珠速冻理论 用上了最先进的仪器 但最终结果只能证明一点 别看着科技 看起来无所不能 但对人类的思维和意识 几乎是无能为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著名的电影悬念大师 西区克克 拍了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和人类的梦境 直接相关 名字叫做爱德华大夫 里边的主人公 通过对奇怪梦境的解析 就抓到了真正的杀人凶手 这部电影呢 第一次在人类面前再现了 人类这种神秘而弱 强大的潜意识 见识到了梦境解析 无比的威力 电影《爱德华大夫》 是戏剧科克的代表作之一 也可以说是精神分析 推理一类电影的鼻祖 一家精神病院 新来了一个大夫 名字叫爱德华 但是这里年轻漂亮的 女大夫康斯坦斯发现 这个大夫是冒名顶替的 这个假大夫不仅冒名顶替 而且有杀害真正的 爱德华大夫的嫌疑 离奇的是 他还是一个贤王正欢者 更加不可救药的是 女大夫康斯坦斯 还爱上了他 但是康斯坦斯坚信 这个假大夫 也就是布朗是无辜的 他带着布朗一起逃亡 并找到自己的老师 一起分析布朗非常奇怪的梦境 电影中的梦境场面 制作非常讲究 西区科科 甚至请来著名的超现实主义 绘画大师达力 来设计制作梦境的图景 最终女主角和他的老师 一点点拆分推理布朗的梦境 搜寻着布朗深埋内心的回忆 终于还原了 秩序真相 电影爱德华大夫 可以说是给观众 上了一堂生动的心理学课 有人说 这部电影 其实就是弗洛伊德 以及他的弟子的图解的教案 你看弗洛伊德 和他的弟子荣格 这些人 他们研究出的这些 解梦的理论 在现在西方心理学 研究梦境的时候 依然会广泛的运用 好 咱们说完这些事 咱接着给大伙 说这案例 你像前面我们说了 做梦有被狗撵的 有被人追的 也有梦着自个儿飞起来的 其实还有一种梦 非常常见 我相信咱们不少观众朋友 都做过 就梦见自己啊 考试呢 就是参加考试 完了那个人家都打晚了吧 我第一个题还没打晚 给我几天没法 梦里说这个高考成绩啊 都取消了 得重新考 然后就不如分说呢 就被一万人拉到考场来了 就那个 一看那个题呢 基本上属于不会的范畴 挺紧张 特别紧张 然后就醒了 这考试梦啊 实在是太常见了 你看我自己 我就做过这梦 就梦了自个儿啊 高考那成绩不算了 上大学白上了 得回到高中 重新参加考试 因为我们那会儿 千秋啊 过独木桥 这高考比较难 所以这个考试梦啊 是典型的焦虑梦 一个普普通通的考场 但是参加考试的只有一个人 三十出头的张明明 讲台上坐着一位男性考官 双眼紧盯着张明明 非常的威严 出题的只有一个人 然后去组考 奇怪的是 考试的也只有我一个人 终于发卷子了 但奇怪的是 本来说好了考英语 可是张明明拿到考卷一看 居然全是日语 张明明对日语是一窍不通啊 一道题都打不上来 他抓耳挠塞的看着难考官 难考官对他竟然没有半点通情 所以考的是日语 不是说好了考英语吗 张明明紧张的头上直冒汗 而考官一脸严肃 勿不转睛的看着张明明 好像张明明要作弊一样 醒了以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朱建军告诉张明明 想象一下梦中的考官 究竟长得什么样子 在现实生活中 有谁长得跟他比较相像呢 挺像前两天 给我介绍男朋友 在他心目中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我考过了 或者没考过 就是在人的眼里 我是不是够优秀 张明明为什么会在梦中 把相亲当作考试呢 原来张明明是一个对自己要求 非常严格的女孩子 也就是内心完美度非常高 容不得自己有一点失误 而相亲本身就是一个二人之间素质和条件的综合考量 不管对方如何 张明明自己绝不能失败 而在梦中考试的时候 考卷的差错 恰好暗示了张明明 自己不是对方想要的那类女孩 这考试梦一般来说都是一个人呢 面临一个新的任务 新的考验 在这之前呢 同学的自个儿啊 准备的不够充分 同学的自个儿啊 可能过不了这关 所以说呢 在梦境当中就出现了考试这样的事 但其实啊 这个它是人类潜意识的一种反应 但它也是把这种焦虑提前释放的一种反应 在梦里提前释放掉了 等到这个问题真面临的时候 可能它心里已经啊 比较平静 所以它这也是人类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 成长期儿童 需要营养更全面的牛奶 一粒科学新儿童成长牛奶 特有三重保护系统 以全力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一粒科学新儿童成长牛奶 梦到发大水是不是要发财 梦到爬山是不是要高深 梦千奇百怪 梦变幻墨色 梦到追赶是什么意思 梦到飞翔又意味着什么 美梦和噩梦跟现实生活有没有关系 梦是不是通向神秘未知世界的桥梁 敬请收看城市系列节目 说梦解梦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城市 明天我们节目当中将接着跟您解梦 我们会奔赴山西太原 给大家介绍两位医学界的专家 这两位是两口子 他们研究梦和疾病有二十多年了 我们来听听他们到底研究过什么样奇怪的梦境 好 明天见 好 明天见